王老师刚刚看到的是蓬佩奥即将下台之前 还在捍卫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好的再过五天美国政府就要换届了 此时此刻刚好是我们总结过去这个四年 川普政府他的对台政策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也借这样的机会我们来看看未来 你可以发现过去四年美国川普政府 他支持台湾的政策跟行动是一贯的 但是他还是跟随着美中台三边关系的互动 它是有节奏有规律性的 远的我就不说了 我们回到去年此时此刻 去年的1月15号是什么日子 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的日子谈成了 那个时候美中关系似乎到达一个乐观的时刻 然后一直到6月川普就公开宣布取消第二阶段 那个贸易谈判有没有 那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从去年6月开始 就川普开始出现一篮子的这个挺台行动 没有一件事情是戏剧化的 举例来说 第一个取消台美交往限制 你今天回头看 原来去年的7月15号 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公开在讨论这件事情 取消台美的交往限制 再过来还没印象 去年的9月中 已经美国的媒体 好几个媒体就已经丢出来了 说对台军售 美国的对台军售会突破那个防御性的限制 难怪这个美国的智库方面 就要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很可能是习近平下一个误判的开始 因为过去的这些 这个中美台三番关系的互动 有一个前提是习近平 而且是习近平你的误判 习近平他一直有一个思想上的这个误区 迷失 什么意思 很可能习近平会碰到一个更好的美国总统 所以美国智库方面 他在观察这件事情是回到了 第一个看习近平 第二个看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发现说蔡英文总统 他真的是一个稳健负责任的掌舵者 他最典型的话 最近最典型的话 遇到压力 他不会去屈服 得到支持 他不会冒进 所以难怪像美国政府 蓬佩奥等人 形容蔡总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伙伴 同样的道理 这个美国的智库 他研究文章 他同样是在问习近平一句话 你有没有想到过 蔡英文可能是你北京所能碰到的最好的台湾总统 为什么很简单 他们归纳出来 就是说过去蔡英文执政五年 第一个没有破坏现状 第二个尊重美国的利益 他这个破坏现状或是改变现状 他其实谈的是左跟右 一谈到破坏现状 第一个想到就台独 也许是阿扁时代的 比较往独的方向走 其实还包括对美国来说 还包括马英九时代的末期 最后执政那两年往统的方向走 这个都是在破坏现状改变现状 他们发现蔡总统都没有 好第二个部分 那川普的作为对拜登到底有什么影响 我们都知道分两大派意见 第一派意见 现在川普政府所作所为 都是在卡拜登的脖子 是卡脖子行动 这是一派意见 第二派意见 现在川普的所作所为 其实都在帮拜登的大忙 所以两派完全截然相反的判断 那我觉得最近出现有两个 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朗的证据 可以证明说 看起来川普的所作所为 是帮了拜登的大忙 第一个证据 就是在取消美台交往限制的 这件事情上面 拜登团队的回应 最后一句话最重要 确认了拜登会确认 一贯的承诺 什么承诺 要强有力的 要有原则的 要跨党派的支持台湾 我第二个看到比较明显的证据 就是任命坎培尔 担任了一个新的官 那个官叫什么 印太事务协调总监 我非常的压抑 非常的吃惊 因为本来的判断 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 川普政府的产物 这个未来拜登可能不会用 No 现在看起来拜登 就明显的告诉全世界 这个概念 这个战略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 未来至少从这两个 比较具体的 拜登政府的 现在所展现出来的 现在看起来又可以对未来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可以乐观一点 站在台湾的角度